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随沙田咪搞合作成为其手下 属于五虎将里的智多星 手下有南亚马仔上百人 穆扎塔 绰号炸弹 沙田咪的左右手 跟随沙田咪五年之久 也是五虎将里面最年轻最能打的 阿迪利 赫赫图猛人 魁叔前手下同性恋 曾经砍过鼠仔寸仔小弟 巴斯腾 穆扎塔的哥哥 为人凶悍勇猛 两兄弟曾经单枪匹马 打得博戎投马 金毛昌 血男猫 十几人落荒而逃 前段时间 一位严重伤人案被捕 哈木雷 上海载投马 巴基明前小弟 后来因为巴基明出事后 投奔沙田咪问时 为人阴险狡诈 不择手段 沙田咪目前在港号台东南亚 可谓是呼风唤雨 黑白两道通吃 跟随其问世的南亚邦超过三百人 亡命途之辈数不甚数 势力之大可想而知 下面我们讲下沙田咪 原名 宅号称出生于1974年香港沙田富裕人家 沙田虽然有48条围村 但沙田早在70年代已经开始发展 导致外来人口不断增加 多年发展下来 冲淡了围村文化 缺乏年居力 村民相对来说也比较斯文 在大英帝国主义的统治下 治安混乱 社会风气低下 在这种大环境中 沙田咪也受到时代的感染 从小混迹街头 早年拜入14K 成为一名打载 活跃于深水部白田村 跟随14K Ricky收保护费 其为人靠食脑 曾染指一些大厦的维修工程 从中抽拥 后来沙田咪毅然决定 潜赴纽西兰求学 英文跟粗口一样流利 并且在毕业后定居国外 太太也是外国人 之后在90年代回港发展 回流香港后 先是在各个海市处 每月领着13000港币的工资 做一些简单且清闲的政府工作 但沙田咪为人也心大 按耐不住无聊的她 势必要干出一番大事业 于是就转头势力庞大的和胜和 败入元老及脚黑门下 并且以敏锐的目光 瞄准了翻版光碟的市场 在市区开了一家影碟店 赶上了末班车 吃尽了最后一波红利 也赚到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 打着社团的名号 加上为人善于攀附 处世八面玲珑 揭示了众多江湖人士 并且曾经与同门兄弟 孰仔 合伙到澳门先豪天地 合作经营迭马 同时与澳门地头蛇 蜂雅聚集时 两人交情匪浅 将人脉资源散满 港号两地 除了赌业外 沙田咪还涉足多个领域 如酒吧 麻雀馆 菜当 食肆 冻肉铺 骨灰中厂等等 游水不断 出来混 当然谁能赚钱 就愿意跟谁混 沙田咪旗下门声逐渐增多 社团地位逐步升高 上篇文章讲到 鸡脚黑一派 无疑是圣恨内部实力最强的 鸡脚黑的名号响当当 沙田咪失出名门 并且趁趁追击 为社团贡献良多 不负众望 在2013年至2016年 与边载光 肥坚 共同成为社团作馆 风光一时 他为了不想被所谓的卧底搞垮 索性找了一大群南亚裔人士 在身边为其办事 因为他们够拼又便宜 2015年 盛河南亚仔巴基明 及其一群南亚和非洲人士 在望角香菜街头上 到处贴印有 杨寿成照片的接招 还在其中夹着100元港纸 结果引来了一大波人疯强 此事件更在江湖上成为一时佳话 巴基明 澳门西米华 及其江湖中人 娱乐明星 赌场大亨 情人大乱斗 于一身的各种元素 长期成为娱乐热点人物 各方黑帮人士纷纷想效仿一波 江湖盛传 沙田咪欲成为第二个西米华 并且她开始为自己铺后路 开始涉足娱乐圈 投资了800多万 成立一家娱乐公司 她交由广阔 与很多娱乐圈人士过从甚密 2015年 沙田咪在尖东港京中心二楼一家酒楼 举办生日party 江湖猛人寿宴 一向猛人云集 但当晚 偏偏一个蛊惑仔都没有 反而见到一堆娱乐圈人士 到场的歌手有 吴国静 陈浩明 乔宝宝 李雨阳 仙乐都 范振峰夫妇等等 那晚十二点 一群明星为其唱生日歌 排面十足 似乎逐渐站稳娱乐圈 父亲这一角色 不会因为身份不同而不同 即使在江湖上打滚的猛人 在外历见各种风风雨雨 和江湖斗争 在家面对子女时 依然铁毒情深 沙田咪有两个儿子 叫做宅俊飞 Aden 和宅俊朗 Zachary 他坦言作为一位父亲 教育子女 不能用以前打骂那一套 要懂得跟他们沟通 跟他们做朋友 同时 他深知江湖之险恶 不想也不准子女 涉足江湖 家教比较严格 他会参加孩子们 所有的毕业典礼 甚至是田径亲子比赛 他声称 要推掉一切不必要的应酬 尽量争取多点时间 跟孩子们沟通 他两个儿子都想在娱乐圈发展 这也是沙田咪进军娱乐圈的其中一个原因 翟俊威也成为胡国健的入室弟子 曾举办过自己的个人演唱会 并且化身成为新建导演 近日一部撑警电影 时代的导演 正是翟俊威和刘国昌 而该电影的投资出品方 是马来西亚一家上市公司 FMIX 该公司的法人 正是昔日的浩门低头蛇 崩牙居 崩牙居2012年初一以来 就一改往日的作风 奉行低调 爱国 到处传播正能量 如今成为一位和哀可亲的邻家大叔一般 沙田咪与其交钱匪浅 当时他提出拍摄这部电影的想法时 就立马获得邦亚剧的大力支持 同样在2015年 由超级元老国华牵头 沙田咪执行 在沙田成立了一个 曾大乌联合围村体育会 并举办一个盛大的成立仪式 到场的还有现任作馆肥坚 前作馆陈安 吉脚黑 陈慎之等人 盛和这次大规模入侵沙田围村 实则效仿元朗陀地 也是盛和太上皇的喃喃 拉拢一般相昆 巩固势力 团结一致对外 齐齐一赚大钱 沙田咪见过咸水 出国留学 思想比较前卫 深知游坚旺的发展 已接近饱和 游水也不多 于是乎将目标升向沙田 为自己铺路 如今的沙田香盆散沙 此次操办体育会 亦在拉拢沙田的相识势力 稳固地位 因为将来的沙田会 大规模发展土地 除了买卖农地 工程地盘也很多 从装修到运输 甚至连工地饭盒 都是一笔大生意 当中充满了油水 这无疑是一块肥猪肉 所以无论如何 都要先插旗 以免后顾之忧 2019年沙田咪在沙田一间酒店 为孙子举办白瑞宴 邀请了来自黑白两道的知名人士 道场庆祝 黑道上有 圣河鸡脚黑 素苦僧 鼠仔 连设作馆 Ronald 和图高老山 新一观塘 画世人肥华 北角画世人文龙 弯仔双虎干仔 蛇仔 14K豆腐绒 高士雄等等 而娱乐圈人士有艺人林伟 范振峰 李宇阳 侯伟伦等等 场面相当热闹 沙田咪的事业版图 似乎逐步完善 在如今这个充满商机 和机遇的社会上 必将大展拳脚 将来还会擦出什么火花 我们拭目以待 本期到这结束 下期更精彩 喜欢的看官 记得点个订阅 避免迷路 我是众恒传媒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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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